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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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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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虹变了街头的深谦 看你的背影 拉长了孤单 那些成年的恩恩怨怨 爱恨被分成一半一半 未来就好 未来就好 无负我多年的寻找 未来就好 未来就好 让往事回心一笑 未来就好 未来就好 真心的都不会忘掉 未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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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回首岁月尽好 未来就好 咱们做父亲呢 就得知道怎么疼自个儿的孩子 怎么爱自己的孩子 你说是不是 咱们在家好好待着 以后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你看行不行 我这个不是添麻烦 王小了说 我是出去散散心 往大了说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我是给国家做科考呢 你科考 你把这一压人 放到火上烤了你知道吗 你什么脾气秉性 我知道 你自己更清楚 这俩孩子呀 是好孩子 懂事的孩子 孝顺的孩子 你在家好好待着 什么事都没有 你要是再给这俩孩子惹麻烦 给这家惹麻烦 虽说我不是亲生父亲 我在这家什么地位 你也知道 第一 对 我就一句话 我就一句话 我今儿来就跟你说的 没别的 我走了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憋半天这一句话 到现在也没说出来 这让人多难受啊 我饶不了你 就这么一句话 好话都不会好好说的 这回你算是跌分了 不过你两成啊 那这次这个身体受损还是挺严重 让他作 怎么也是山人的亲爷爷 你这该管能不管吗 但是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说可能以后照顾他的这个事啊 得落您头上 多辛苦 我倒没事啊 你说这一家里能碰上这个为老不遵的老子 那也真够瘦的了 已经都瘫上了 那怎么办呢 我看他这个意思 可能得烫那么几天啊 所以你看你能不能给他做点这个 鲜鱼消化的啊 但还不能完全是同事 要他这个肠胃功能 对 就给他做点有营养的 还不能太硬 他老躺着肠胃功能弹 基石了哟 你让他跑 你再让他有本事跑 有本事没本事 他这几天都跑不了 但是我还真挺担心的 说好了之后 管理松戒了 他又该跑了 但是还不能管他严 管他严了他逆反 他还会跑 他现在就是个孩子 他一旦要跑出去的话 他就恐惧不了他 他有可能就做出来 咱们不想看他的事 所以啊 宽颜要有度 尺度累啊你 这个尺度怎么拿呢 其实呢就是你 你你 你施不当的你 当然也 你所以你就 就自己拿捏吧 这可是技术活呀 尖上 不是我替条件啊 我明白了 二岁 只要你能把他 赶紧照顾好 尽快恢复 又不让他跑 咱们什么都好说 啥好说的 在于啊 工资什么的 行 那我 拿捏拿捏 来 真香啊 二岁 你怎么知道我要吃汤面了 不是给你的 跟楼上那位做的 真是能够要贴在好桌上 那瓶装瓶 别诚别说 他这身子骨确实不舒服 你给他送上去吧 想吃不 待会儿给你做完他的 真香 吃饭了 你说这一家人 哪个不比你老苦更高啊 还让你伺候在床上 你别伺候啊 既然干了还说什么 要不是先生吩咐 你八台大叫抬我 我都不伺候你 吃饭了 这家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人都上哪儿去了 都出去了 家里就剩你了 归我管 大叔 你说你 叫大哥 凭什么 我给李东山个叫大哥 你俩不一样 是 是不一样 大叔 不是我说你 你说一家人就你最闲 就你最麻烦 放着好日子不过 你往跑什么呀 外边有什么勾着你呢 牛二翠 烟雀胭脂红糊之质 说出来你也不懂 牛二翠 我是不懂什么胭脂 但是我懂 这么好的一个家 这么好的一家人 怎么着你了 这家你就待不住了 就往外跑 跑成这样 我看你就是饿得清 你说你送我面来让我吃 本来是好意 你这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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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让不让我吃啊你 不吃是吧 不吃我端走 就这样 吃啊 吃 那就好好吃 不懂得感恩 一会儿我来收碗啊 好 真同情里头是 不吃 李老师 欢迎 您睡着了 我睡着了吗 您睡得可香了 都打呼了 我好久没这么踏实睡 我睡了多少时间 其实也就七八分钟了 是吧 我睡着了 主要你弹得太好听了 跟催眠雪似的 我好几天没睡过 这么安稳的觉 我都做梦了 我也就是做梦的时候 才有点想象力 不过说真的啊 你要不要真的 给大家演奏一次 过几天 就是你们这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 我可以去跟学生会的干部聊一下 让你代表这一届的毕业生 到典礼的台上 演奏一次 不用了 弹得一首好琴 我是你唯一的听众 好可惜的 你们家就是湖北的是吧 嗯 你有去过你们湖北的神农家吗 我没去过 但是我爸特别想去 为什么 他说 他想看看野人的正脸长什么样 他也想看看野人的正脸长什么样 野 对 不是 你我不是 我来开始准备了我 我来开始准备了我 我来 Telefix 我去吧 它又来发生了我 我去吧 我不冷你 不用给我游泳博 干啥啊 牛二翠 不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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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这干什么 不是 你这不 你干什么呀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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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眼的是哪一处啊 你瞧 老冯头还给看见了 老冯头 你得给我作证 我告诉你 你看见没有 牛二翠 我这身体还没有痊愈呢 他把我弄得给我捆在院子里 对我非人的待遇 他是虐待我 这个老头太难管了 受益不入身 撑他就窜出去了呀 吓死人呐 告诉你啊 这证你必须给我做啊 我 我 我坐 我坐 然后待着 老兄弟 姜姜 看见什么新鲜事啊 我见的新鲜事多了去了 我不告诉你 老冯头 你说 你一天到晚 就这么扒着个墙头 也不出去走走 就在这院子里待着你 闷不闷得慌 我不闷哪 这 闺女和儿子 带着孩子们 经常来看我来 你去吹吧 吹 接着吹 打从我搬到这院子来 我就没见你儿女来过 去 再说来了又怎么样啊 人家有人家的事儿 能跟你聊上几句话呀 有意思吗 我说你 哎 能不能出去走走 外面这世界你去看看 这世界大着呢 人生这一辈子 不光就这八枪头一件事儿吧 你以为我不愿意出去看看去啊 你得有那条件 你说我 退休那点工资 这不是都是给孙子孙女人包红包了吗 不发点红包 能招着孩子们回来看我呢 你等着 老房子 我这回啊 瞧见一个人了 真的 瞧 走大个 走大个 我看那报道了 我那都是假的 你这是听他们你就没亲眼所见 所以你相信他们说是假的 我是亲眼看见的 而且还 还说 野人的头发 我这都有 嘿嘿嘿 又瞎说 野人这老东西 这老东西 就爱吹你 搞急这话 没有他不敢吹的 第一次跟你说信不信东西 还真有人喜欢他吹你 你吃的精神就没钱玩啊 在山里头 都住在帐篷里头 突然我就觉得地在震 痛 痛 痛 声音离我越来越近 把我给震醒了知道吗 我睁眼一看 哎呦妈呀 半截坦那么高一个人哪 就从帐篷门前 这么不紧不慢地 蹬 蹬 一步一步地就走过去了 你 你没拍张照片啊 这不是半夜吗 再说我也没准备啊 二次来 拍得出来 再说我也给吓得半死了 我该吃药了 我该吃药了 那种想法啊 等着声音走完之后 哎呦 就是该吃药了 我去给你拿去啊 我 我是一个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 没有发现这个野人的证据 没有拍下他的照片来 我不会向外边公布的 你知道吗 我打算 等我这伤好了之后 我再去一趟 我要拍着这野人的照片 我就向全世界公布 那个时候我可就是名人了 行了 总算是正常了 你说你 一家人顶数你最闲 一家人顶数你最操心 你说他跑出去 你这血压蹭就上去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正常了吗 行了 我呀 给外边那个端杯水去 别等着李良回来 他有口里装 你倒是给他证定 我这事 第一个是跟你说的 我一定做证 能带着我吗 带着你去看演呐 你离开这墙头 你还能活吗 你吹呀 接着吹 你这样吹牛不报睡 来 喝水 吹了半天了也渴了 你给我解开呀 要不然我怎么喝啊 你觉得可能吗 喝不喝 不喝 不喝 不喝端走了 我喝我喝 来嘛 这一看就是吹 吹渴了 行行行行了 你跟野人什么关系啊 你瞧这话说的啊 活多可怜 我告诉你多少岁 人这一辈子呀 不能眼前只盯着说 啊 跟自己有关系的事 也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事 知道吗 野人跟我没关系 但是野人跟科学有关系 知道吗 啊 有野人你就一人三餐 没野人你就少吃一顿的 他没可怜 你去哪 你说什么呢 你说肯定 好好好 那你真话 活可怜活可怜 牛二水 你呀 眼前就只盯着那个巴掌点 那么一个事 我不管你 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活法 成了吧 我给你做饭去 爷 我做不做饭的 你管得着吗 瞅瞅 你们俩这哪像吵架呀 你们这 真是调情 去去去 你说你是个老冯头啊 天天都跟他长到墙头上一样 对 他就是一个墙头草 我呀 我不听你们 我听着我肉麻 我 糊涂 麻晕你 牛二水 我求求你 赶紧做饭去 咱们今天吃什么呀 几个青菜 能不能点个餐呢 是 怎么着你还要打人呢你 他在李梁那面子上 允许一次 笑吧 这次我离家出走了 把全家人也给折腾了不善 我内心也有愧疚 你能不能拿上我的钱 去买一只鸡 靠劳靠劳大家 又吹 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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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钱在口袋里呢呀 你自个儿来掏啊 我告诉你啊 你 你不许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都绑着呢 我还动手动脚啊 里边真有钱啊 那当然真有钱你掏啊 一百 找五十买机用不剩 剩下的五十给你了 拿去喝茶 嗯 不喝 喝不过 给你 牛二岁牛二岁 你还真是个实在人啊 牛二岁啊 你这实话 你看着那样真是多人 比如证钱也不多 家里呢 一大堆的事儿 哪让你都职上呢 你說 我今儿给你许个任 我现在是没钱 等我以后有了钱了 我每个月我都给你个千八百的 真的 这钱 你买机剩 verste妳 oggi 都自个儿留着 算你的小费了 我看出了你的真诚 你要是岁了 这饭什么时候好啊 肚子都饿了 快了快了 马上下锅 你干什么 我 我给你拍张照片啊 你看你刚才 拿着鸡那样子 看好看啊 你看你现在这 这 这姿势多漂亮 你看 我给你照一张啊 这低点 你看谁在腿上 你拿走了 把鸡拎起来 太漂亮了这张照片 来 你让我看看 你看 你 你把刀先放下 东西放下去 怎么样 怎么样 牛二翠鱼鸡 怎么样 还挺好看的 是不是好看 我好多年都没照过相了 真的 那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你 发给我 怎么发 你电话呢 不是有微信吗 我给你传过去 微信我还真有 我来的时候啊 我闺女过安慰一个 这个吧 对 对 你咱俩加一下就行吗 嗯 加一下 对对对 二维码 这个 对 团长 我扫你啊 扫 对呀 我得扫扫你啊 李小张 别动啊 允许 你看 据免国防军司令 不发布 空了 这架飞机于当年时间 七号十三时零六分 你坐你 谢谢我啊 南部德林达一省 海滨城市丹老起飞 原计划飞往仰光 十三时三十五分 在该省首府 图瓦以西三十二公里处 海域失联 随后搜救人员 在缅甸南部图瓦市附近的海面上 发现了军机残骸 但尚未发现黑匣子 机上再有来自丹老空军基地的军人 及军属一百零八人 另有十四名机组人员 其中包括十五名儿童 据悉 这架军机除了百余名 跟我出去套套庆 还有二点四吨的货物在机上 根据塔台河机场人员表示 当时天气车 当舰队的一样做 目前 缅军方加大了搜救力度 已出动九艘军用船只 三架飞机搜 去吧 此外 在家多无聊 海军 也在飞机训练前 所主区展开搜寻 一些命运传之 和家庭搜寻 我现在休息 不想出去 我先走 你跟来 现在 这垃圾短信呀太多了 可不是 就是 一大堆 都一样 我这半天了 我想出去走走东山大哥 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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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呐 砸点水洗洗脸 别把清风打过净面水洗腕脸 白酒 时间不大即便摆下 我家里的调料好像少了 我得去买去 什么调料 我去吧 你别去 外边烤热的 我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啊 刘总 您好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听乐是吧 请坐 您认识我 坐吧 师母好 我是李良老师的学生 你上学跟着他 毕业想跟我 你这是有预谋吧 是是是是 其实有几家公司想录用我 我正犹豫呢 然后我突然看到公司有您的介绍 我就立马决定过来投奔您的 你想投奔我 是冲着李良呢 还是冲着我呀 其实都有 李良老师那么出类拔萃 对师母一定也很优秀 这么说李良在你们学生心中 低位很高啊 那是 他是我们所有人心目当中的男神呐 那你给我讲讲李良在你们学生心中 有什么样的英雄事迹 让你们这么崇拜啊 太多了 李良老师特别地儒雅 而且特别博学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 他给我们上了一些课 他告诉我们如何做人 什么叫做人 讲得特别地生动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怎么您给我倒水了 我以为是二岁 您快坐 您快坐 写 写 写 你这又写书啊 我是每天晚上不写点东西难受 行 你写 我看着你写 那可能我就写不下去了 没事 没事 我基本都都忙完了 怎么了 楠楠那房子不是不住了吗 空着 你打算怎么着 我那天还合计 我说要租出去 要不然一个月能租个小四千块钱 不便宜 因为你让那个人一个人过去住 肯定不合适嘛 钱倒是不少 我就是觉得 这 这新房让外人住 乖可惜的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弄这个 说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听你的 行 租吧 哎哟了 怎么了 这腰啊 胳膊腿都不舒服 人哪 别上岁数 上了岁数没别的 就是给儿女呀添麻烦 不是 你忙 我 我给你打盆水 不用 不用 我自个儿就行 这话怎么没头没尾的 爸是着急结婚了 怎么讲 你看 他说先弄房子 又说自己身体需要照顾 这什么意思呀 家里现在又回来一个老头 这长期在一起住啊 肯定不方便 我也不能说 等他们结婚之后把谁拆出去住 要不让爸和二翠去李楠那儿住去吧 别人怎么装 亲爹回来了 把后把轰住 你这个人哪 就是这个面子放不下来 没准爸还愿意过去住呢 你明天去问问爸 我也问问二翠 李楠不是刚装修完他那个房子吗 在那个什么 2x2 我看在APP上挺多装修风格的 我再找个设计师 按照爸喜欢的风格 重新装修一下不就完了吗 跟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明白 想什么装修的事情呢 叙叙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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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现在对我天天板着一张脸 爱搭不理的 我可听外人说了啊 你在外面的是风趣幽默 对人关心无畏不至的 你听哪个外人说的 今天公司来了个实习生 说是你学生 我学生多了去了 有几个上你那儿实习的很正常 谁啊 这个学生吧 我感觉关系跟你挺亲密 男的 女的 女的呀 你心虚什么呀 师生之间的关系 不怎么能用 亲密这种暧昧的字眼 不合适的 我不是跟你咬门嚼刺的啊 我说的那个亲密 也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感觉跟你关系不一般 谁呀 你改论文那个 星月啊 脱口而出啊 果然关系不一般啊 我最近就给他一耳改论文了 那不很正常吗 你搞了什么神神秘秘 你搞这一套 你不要炸我啊 开什么玩笑 那照你这个意思 我就应该回家 也对你风趣幽默 也对你关心得无微不至 我应该端茶地水 我应该低眉顺眼 每天做做按摩 你就高兴了是吧 对啊 行行行 来来来来 趴上 我给你揉揉 陈总 钱总 喂 钱总 方便方便 我现在就去弄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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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面前 你我都是各自要换一张脸 别说我 别拿你老是这一套来说教我啊 等我半个小时 回来接着给我啊 心悦 二翠 包饺子呢 我刚才收拾衣柜 这几件衣服好久没穿了 你看看 要是能穿就送给你了 送给我的 送给我的 你看看 能穿吗 能不能 一看就是好衣裳 试试呗 我怕好不合适 我都喜欢 我又不试 别客气了 试试吧 那行 那我试试 那行 那我试试 快 来 甭洗手了 我帮你 行 那我就不斩手了啊 我觉得这个颜色你穿的应该挺好看的 你这衣服我 这颜色我一看就是我 我喜欢的那种 我就是怕瘦你知道吧 不瘦 我 我 你的衣服我差不多还都合适 这个人不是最近回来了吗 还有 李楠呢告诉我 礼拜天呢他和孙伯爷要回来 我行刺着呀给大家包一顿饺子吃 在我们那儿啊吃饺子 那就寓意着一家人团圆 二崔 真是辛苦你了 现在多了个人 你累不 要说不累呀 那是假的 也就这个人 稍微一不留神呀 他就闯祸 你看你说的跟孩子似的 他这个人就是孩子 没听人说吗 那有一种人啊 一辈子都长不大 说的就是这种人 是 这人啊 多大岁数就得办 多大岁数的事儿 你看 像我爸 多好是不 东山大哥的人 那没得说 那要找人啊 嫁人呢 就得找东山大哥这样的 那 二崔 李楠那房子他也不住了 你跟爸可以过去住 你要是愿意 那房本就添上您的名字 那工钱啊 现在是多少 以后还是多少 自从这个人来了之后呢 这东山大哥这血压呀就没稳定过 有时候 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我还真想 你说哪一天 哪个晚上 万一你说东山大哥这血压犯了 身边没个人照顾 那还真不行 你看 你考虑得多周到 说明你对爸呀还是有感情 说吧 什么时候办 我们想 就这几天办 这几天哪 不行 那咋说 那 那也是一辈子的事儿 这样吧 什么时间呀 我回去 跟我那三个孩子商量商量 二翠啊 那个 你早去早回 刘薇啊 把二翠送进车站 帮他买了票送上车你再回来 放心吧 爸 那回去吧 来 行了 你放心吧 天太热 你赶紧回去啊 没事 没事 放心 爸 慢点开啊 回去吧 我看着你们走 看着你们走 回去吧 我真没想到这个树 能卖成这个样子 对不起啊 老陆 挺尴尬的 所以我也常想啊 真的要不然这个事儿啊 要不然什么呀 不卖了 不做了 那我提前预支 你这三十万反税怎么办 那我那书 我都扔到造纸厂去 以后的余生 我天天屁股后面跟你追债 你觉得 我能干得出来这事儿吗 可是还不如不出这本书啊 你说这干嘛呀 我没别的要求 我呢 就是希望你把这个 这为人的这种清高的劲儿啊 收一收 一点儿就行 我做什么 您稍微给他配合我一下 就可以了 约要做什么呀 你去 夏克庄小学走走啊 人家学校对你这么敬重 这么仰慕你 对不对 保持一下联络 怎么了 因为您是大学教授 人家小学生 所以就 小丁儿 进来去 陆总 夏克庄小学那边 跟他们说 我们没问题 他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听明白了吧 好 二翠不在 您尝尝这个顺不顺您的口 这都是外边买的 要顺口人家多吃点 这一看 就不怎么样 还是二翠做得好清淡 你看这油 这吃着不进啊 我觉得这菜好多香啊 牛二翠一个农村妇女 一天到晚喂牲口的 做成那菜来的 有一股饲料味 好吃到哪去 你这叫说什么话呀 那要这么说 咱们都成了牲口啊 我说咱们是牲口了吗 我说她做的菜有饲料味 不是 那有饲料味 咱们吃的就是饲料 人就是吃了饲料 他也是人哪 我什么时候说过 哎 咱成了牲口了 对不对 二翠 做饭也炒 二翠没做饭我从外边订你 还要炒 你能不能让我们家人 安安静静吃饭 吃这样 我去开门 李梁 来 请进 你换口 这是给您带了一些储特产 太客气了 我是李梁 您不记得我了 我姓王 夏克庄小学的 我们见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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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学校交电脑的张婷老师 李老师您好 我见过您在电视上 咱里边坐 好啊 来来 请 请坐 好 我给你们倒杯水 谢谢 坐坐坐坐 王校长 对 对吧 快坐 李老师 这次来主要是 是说你给我们学校啊 捐了这么多电脑 但是又从来没去学校看看 于是呢我们就做出一个决定 聘您为我们校外的辅导员 不敢当 不敢当 这事儿真的不敢当 没什么不敢当 我们全校师生啊 对您那是十分的仰慕啊 对吧 张婷啊 是啊 李老师 您看您也是前辈 我就叫您李老师 多亏您能慷慨俊赠 我们这山区里的小学呀 才能跟世界联系起来 您知道吗 我也是通过您今天的电脑 才学会了现在这些 新的电脑技术 对 我们学校全体师生 都盼着您进学校指导工作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举手之劳 说实话我也是当老师的 我特别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卷这点电脑就是 算是一个微波之力吧 但是说让我当这个 我觉得不值得这个 李老师您别谦虚了 我们学校呢 已经做了正式决议 而且这个星期六 就举行正式的 签约仪式 就今天派我们来呢 主要就是邀请您 去我们学校参加仪式 给您发聘书的 这个你们之前 没有跟我打过招呼 我们不是专程来告诉您吗 李老师 您热心山区教育 我们学校的孩子啊 都非常地感动 一听说您要当我们学校的 校外辅导员 孩子们都欢呼雀跃的 真的 您不能让孩子们失望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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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校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嗯 我再捐一批书 给咱们学校 哪怕说让我再捐笔钱 这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我 我确实没法答应 哎 这话我都听了半天了 这有什么可难的呀 哈哈 你 你这个 给孩子们这个 讲讲课 你一个大学教授 这太简单的事了 不是 这样啊 你快点吃 要不凉了就不好吃了 力量 人家是好一来 行你你就答应了吧 正好啊 可以带着珊珊去 珊珊从城里长大 不知道农村孩子 怎么生活学习 让他体验体验 爸 主要是您儿子呀 弹幕起这么高的一个荣誉 啊 哎 人家都专门来了 你就去呗 就是啊 能把这个水先换成茶吗 哦 那我给您再搭杯茶啊 是啊 李老师 你看我们把一切 都安排好了已经 还请着记者啊 请记者吗 对啊 对不起 那尤其不能 我更不能答应 李洋 我觉得这事啊 不难 干脆 你就答应下来 你应着 然后呢 这事呢 我跟东山大哥 我们两个人来干 你看 我们也可以给三军的孩子们 讲讲故事啊 没错 什么说说外边的事啊 计较一个孩子 我们就 少说两句 这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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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伯父好 希望李老爷子 能到我们学校 指导工作 哎 到时候 我会带着珊珊一挡去的 嗯 这位是 啊 后爸 亲爹 孩子是我养的 哦 您贵姓 也姓李 哎 要不这样吧 干脆 我们就代表学校表个态 如果二位老先生 愿意的话 您看 能不能我连二位老先生 一起请到我们学校 做校外辅导员 行啊 我觉得这个行 哎 我们就愿意跟孩子 打交道 哎 大哥 你是不是也得给学校 尖点什么 你能够闭上 哎 来 我们接一步讲话 哎 喂喂老师 我刚才 跟你们明确表过态了 其实是陆先生联系我们的 陆波是吗 对 我们学校开过党委会 还请了记忆 你们开党委会 但是你们没有来征求我的意见 对 Wanna 你 可以 你 那个 也 你 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